好 我剛剛先謝謝一下 莉莎旭的超級貼圖的董內 還有惡魔天使 我看到你了 我點到你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 在去年九合一大選 台北市議員徐曉星大舉的 提告無良公關公司 因為他們秀出了這份文件 而且還未造簽名 沒有想到最後台北地檢署 認為罪證不足不起訴 徐曉星表示這個案子罪證確鑿 檢方卻不起訴 這樣子等於是鼓勵側翼大造謠 大家可以去拿幾個案子去做比較 第一個是周玉寇被起訴的案子 周玉寇被起訴的案子裡面 他是僅憑單一消息來源 沒有向當事人張淑娟查證 就公開的去誹謗他人 所以被起訴 那無良公關的例子 他沒有問過我林奕華 洪孟凱 蔣灣 李德偉 任何一個人甚至打電話 到我們的辦公室求證都沒有 那就是僅憑一個假帳號 然後給他的資訊 然後他就刊登出去 而且這個刊登出去的內容 還是偽造了我們政治人物的簽名 然後這樣子散播出去的結果 竟然被檢察官認為是有查證 而且說因為上面的簽名 跟我們的簽名一樣 所以沒有關係 這不就是檢察官在鼓勵側翼 然後開啟一個大造謠時代嗎 未來是不是我在網路上都可以查到蔡英文跟賴清德的簽名 我把他們的簽名隨意複製到一個文件上面 然後用一個假帳號傳給我自己 然後我再去散播這些資訊 就沒有所謂誹謗他人的問題 也沒有偽造文書的問題 那請問是不是開啟了大造謠時代 再來我要公開的挑戰這位檢察官 這個朱家榮檢察官他先前辦過一個案件 是起訴了這個蘇煥智 他起訴蘇煥智什麼呢 就是黃成國認為蘇煥智所說的 在黃成國母親的告別式裡面 有警官來折蓮花這件事是不實資訊 結果蘇煥智他說跟檢察官說 他自己是有消息來源的 可是蘇煥智仍然被起訴了 所以按同一個檢察官的同一標準 在我這個無良公關的案件上 是不是也應該要起訴對方 為什麼黃成國去告的時候 你就幫黃成國去起訴了蘇煥智 但是我們這個已經上升到全台北市 全台灣都矚目的側翼抹黑案 明明對方都已經道歉了 也證實是偽造文書的不實資訊 卻可以不被起訴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因為民調低迷 讓黨內傳出了換頭聲浪 不過對此時事評論員董志森直言 不只換頭不可能 換掉黨主席朱立倫也不可能 就連侯科配都是不可能的 只是如果真的能夠藍白合的話 那麼請問兩黨的立委要怎麼選 國民黨除了鄭立倫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人也在講說 是不是應該換某什麼 不可能 現在有很多東西是不可能 換朱立倫的黨主席不可能 換侯友宜也不可能 藍白合 要看怎麼合 大家講 其實要把它合在一塊說誰配誰 我也覺得不可能 很早我就講不可能 那你去講這些有什麼用呢 只是讓人家覺得說你的力量不夠大嘛 你才會去要求合這個合那個 那你要站在柯文哲的心態來想嘛 柯文哲現在民調很高 第二個他是民眾黨的主席 民眾黨是台灣最年輕的政黨 才剛成立好不容易有這個氣勢 我去跟人家合我這個黨就泡沫化了嘛 對不對 因為每個選區的立委只有一席怎麼合啊 那國民黨現在幾乎也都提板啊 你現在沒有提板了 就是非常艱難的選 並說台南或哪裡 那你這些地方本來就不好選 你才需要讓我 那也沒有誠意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大家維持儀礼 就是說我們都是最大在野黨 那這個可以 那我們各選各的 就是說你 你總統候選人柯文哲你怎麼去選 那你立委在地方你要怎麼選 為什麼國民黨在最需要團結的時候 有些人要出來喊 應該去搭配柯文哲 而且侯友宜要做副手 那侯友宜做副手 請問一下國民黨的立委要怎麼選 國民黨立委要怎麼選 各位你想想看 尤其不分期你要怎麼選 不分期只有一票啊 要投誰 不分期叫做政黨票耶 你要投國民黨或投不分 不分期的那個台灣民眾黨 你票沒辦法投嘛 你今天對選民一個很大的考驗 就是讓他沒辦法投票 製造更多的麻煩